國民黨的侯友宜 她今天的全國競選總部 舉行祈福團拜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狀況 連線記者許榮祐 榮祐請說 好主播各位觀眾 侯友宜位在新北反潮 全國競選總部呢 今天上午是舉行了團拜 包含說侯友宜以及國民黨主席 朱一輪侯友宜進辦的CEO金普聰 都有來到現場 不過沒有接受媒體聯訪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在明天的五點之前 總統大選登記就要截止了 藍白能不能和呢 對此國民黨的前秘書長李乾隆 給我最新回應我們先一起來聽 侯當科的副手不可能嘛 因為昨天那個郭正亮 他在節目上爆料說 他有聽到副手高次這樣講 昨天有人找我去談 他說很敢配侯友宜講說 如果民調輸 他也可以當副手 那他們就就說 那好啊 那你來當我們的副手 不可能 國民黨現在已經全代會 跟中常會全部提名就是侯友宜當總統候選了 怎麼可以 怎麼他可能去當任何人的副手 這個想都知道對不對 那覺得郭董昨天是真的有誠意 想要約三個人碰面嗎 如果真的有誠意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就不予置評了 我只是聽聞了好不好 那你會認為說 郭董應該要趕快放下自文嗎 我想最後他應該會啦 省時度勢 所以他現在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而且很沉穩內斂的人 我想他應該會做一個很明智的抉擇 你看柯文哲找他 他只是想要找他出錢嘛 不會 所以這個 他再怎麼樣 他也應該跟國民黨合作嘛 好 只是說剩下最後兩天 他黃珍珊從昨天晚上又嗆到現在 那個不理他 一個政黨的走向被幾個女人牽著鼻子走 那個不予置評 所以你覺得部首最晚什麼時候應該宣布 到今天為止 今天應該就會有啦 今天半夜就會有嘛 今天如果他們幾個頭頭見了面以後 應該就就底定了 好可以聽到李乾隆意思呢 基本上是說時間會給出答案 但大家都想要知道 如果藍白真的不能合的話 侯友宜你有沒有備案呢 先前呢韓國瑜是被點名了 不過在最新一波 郭的點名點兵點將呢 是點到了國民黨的智庫執行長柯智恩 甚至還傳出呢 柯智恩因為已經被排進不分區名單 現在要被拉來當侯友宜的副手 還為此哭了一整晚 真的有這一回事嗎 最後一輪是表示了 其實柯智恩真的不是侯友宜的副手 也說柯智恩真的沒有像外界講的那樣子哭一整晚啦 那侯友宜副手到底是誰 李乾隆表示就他掌握到的消息 是一個難的 而且最快 如果郭 侯 柯 三個人 今天還談不攏的話 半夜這個人選就會讓大家知道了 以上就是想追心 先把時間證的照片給彭麗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